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我來自SALU這個團隊 我們很常喊的SALU Keep It Cool 然後今天我的兩個夥伴也有藏在你們裡面 然後他們現在正在偷拍我 我其實剛剛都沒有很緊張 可是我現在突然站上來有點緊張 因為對我來說 我們的生活就像是一場冒險一樣 就像今天這十八分鐘的短假 我其實完全沒有做任何的準備 我平常會到很多的學校去演講 到很多的公司行去演講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完全不要設想我今天要講什麼東西 站在台上看看我今天會得到什麼東西 看我今天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就是對我來說我覺得最刺激最精彩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 我先找個台階啊 如果大家講的不太好或是卡卡的 就是請見諒 SALU是誰 我們在畢業的時候決定要自己創業 來做YouTube 那可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我們平常都在做影片的結案 就是我們必須要做一些我們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為了要填爆我們的肚子 為了要養活我們三個人 然後多餘的時間我們再來經營我們的頻道 從一開始我們 我們就很堅定的我們的頻道的風格 跟我們要拍的東西 完全不要跟現在YouTube上面大家的內容一樣 就是我覺得我們要堅持我們自己的精神和原則 再來做我們每一支影片 然後從一開始沒有人看 一直到現在越來越多人會關注 一路上發生什麼事情 待會兒講給大家聽 這是我在去年 我們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發了第一支影片叫做 夢想能當飯吃嗎 在裡面我就是講了我們 如何開始創業 如何開始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裝潢工作室 然後我們開始立下小小的目標 我們要如何賺錢 我們要如何說服爸媽 我們要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買了一台車 它叫做夢想巴士布蘭克 就是我們覺得它的外型很酷 我們一開始的設計是 我想要開著這台夢想巴士 把它裝潢成一個行動攝影棚 我們可以真的坐在上面 然後開著它 繞遍整個台灣 然後 可是後來我們多了一個成員 我們有三個人 我們原本本來不想要有一個工作室 一個空間 這台車就是我們的工作室 我們開到哪裡 可能到一個國小 我們就在那邊洗澡 來度過我們的每一天 可是後來我們多了第三個人 發現一台車是睡不下三個人的 所以我們才在殺戮夢想街那邊 經營我們的工作室 就是一直到現在 這台車呢 其實它有一些很特別的細節 就是 為什麼它叫布蘭克 布蘭克的英文是 Blink Blink是空白的意思 這台車 我們是找我們一個很好的朋友 一起幫我們設計的 它的車身後面 整個都是彩色的 然後越往前面是越白 我自己覺得彩色的部分 就象徵了我們現在目前已經完成的一些事情 可能大家會知道的 我們做過冒險的挑戰 我們做過一些大家會覺得很酷的事情 可能是大家看得到的 是彩色的 越往前面越白 中間有一個小小細細的手往前伸 它 往車頭的地方伸 我們會這樣子想 這樣子設計就是希望 就是我們白色代表未來 我們要用 自己小小的手去抓住我們 自己最喜歡的那個空白未來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會取消布蘭克 空白這個名字 就是說我覺得這台車最漂亮的 不是後面的彩色 而是我們自己需要去填滿的那個空白未來 在車頭的 車頂的部分其實也有一些細節 它是一團坡墨加上灑鹿的字樣 那那團坡墨仔細看是一個台灣的樣子 然後再把它倒過來看 它也是一個腳印 象徵著我們要開著這台車 繞避整個台灣 中間也有一點顏料 有一滴 從一個台灣的地圖的中間流了下來 那個地方是沙路的位置 我們來自沙路 我們三個不同的 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們在沙路會合 我們從沙路出發 為什麼要說這些 因為我在創業的時候我就聽到 我看過一本書 柯文哲寫的 他說 很多小確幸 沒辦法成就一個偉大的國家 可是我仔細思考 我要怎麼經營沙路 我要怎麼經營我們自己的 這個品牌 這個事業 我覺得很多的小細節 才是成就一個企業的關鍵 就像現在 有好多的老闆 他會到我們工作室 跟我談案子 推開我們的門 坐在那張沙發上面 我要怎麼樣用最快的時間 就讓他知道 我們是他最棒的選擇 我要怎麼去說服這個人 他從走進來我們工作室 看到我們的地墊 看到我們工作室的裝潢 看到我們牆壁上的每一個設計 他會知道 我們是一個有創意 有想法的團隊 從這些細節 我就可以告訴他 你找我們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很多用心的小細節 可以成就很多事情 在這支影片的最後 我有一種玩世不公的態度 告訴大家 在夢想能當辦事之前 我先吃面 最近 就是這個禮拜五 我要上的一支影片就是 創業一年 我要跟大家分享 這一整年我們經歷了什麼事情 從這一支影片到現在的我們 我們中間經歷了多少冒險 多少故事 大家可以訂閱一下 然後這個禮拜五 期待一下這支影片 因為醞釀了很久 好 登山教會我 我在大事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登山 其實 一開始算是一個 有點悲傷的故事 就是 因為我爸爸 就是離開了 我爸爸過世了 然後 其實 忍了好幾年 就是中間 這支影片裡面 有講到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後我開始 接觸登山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去爬山 好像是一種 解脫 好像可以到山裡面 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我可以進行的抒發我自己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中間重裝分山 登山登了二十幾次吧 就是我們每次都背著幾十公斤 要爬好幾天的路程 我覺得登山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哲學的事情 登山就像是生活的縮影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走走看台灣的山脈 我們現在開始 每個月也會開團 帶著大家去登山 因為我們覺得最棒的感受就是 當你今天 你脫離這個世界 在山上 你完全沒有訊號 你沒有手機的時候 你都被逼著 一定要跟你的夥伴相處 你就被逼著 一定要跟旁邊的人聊天 那三天四天下來 在這麼辛苦的過程裡面 你們會查出什麼樣的火花 就是我每一次的登山 都會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我覺得這很酷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我們一起登山 我們每個月都會開團 街友環島 這件事情算是 我們開始做YouTube的一個開端 我們當時在大二的時候吧 我們三個人自己 搭便車環島整個台灣 十二天 然後每天晚上跟街友睡在一起 然後中間分享了很多 街友有關的故事 也是這一支影片 我們出發的時候 自己做了一個棋子 帶著它開始環島 然後也是因為這一支 街友的紀錄片 我是街友能否在圍城 當時在YouTube的分享下面 有一兩百萬的點閱 然後累積好多 幾千者留言幾萬者 我那時候看到好多人 因為我們而走出去 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關注到街友這個議題 我好像發現 如果我們做一點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真的影響到一些人 所以我們才開始計畫 我們要開始做我們的YouTube頻道 所以算是我們最開始的一個起源 一直到最近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個系列 街頭求生 就是因為我們當時回來的時候 我因此接受到了很多演講 或是電台的邀約 很多 然後在我一次一次的分享裡面 我發現 其實我對街友沒有這麼大的了解 很多人會問到越來越深入的問題 我發現我對這個族群其實 沒有這麼多的想法 沒有這麼多可以分享的事情 所以我決定要再去做一次挑戰 對我來說街友環島的那個時候 我們體驗的是街友的表象 我沒有帶錢 然後我可能沒有地方睡 都睡在路邊 大家可能覺得街友就是這樣 可是 當時我們沒有體驗到的是 他跟這個社會脫離的那種孤獨感 他可能在一個地方好幾天好幾天 都沒有跟別人講話 當有一個人要跟他講話 所以他可能會不知道 要怎麼樣去跟人家溝通 所以這一次我決定 168個小時7天 不帶錢 也不帶手機 最重要的就是跟這個世界脫離環節 然後 跟這個世界完全脫離 就是脫離我原本的生活圈 脫離我原本的世界 一個人到台中的街頭 進行街頭求生 然後我只帶了一個小小的GoPro 去記錄這一切 然後中間 經過了很多過程 我每一天每一天都會想著 要怎麼樣去呈現街友的 每一個不同的面貌 我可能會去試他們的工作 舉牌子 或是有些街友會在夜市收回收 撿垃圾 或者是他們很多人是真的會 走上街去乞討 就是我會在我的不同的狀態 我真的很飢餓 或是我真的沒有辦法說 我會去想各種方式 就是如果我是真實的街友的話 我會怎麼去做 然後 其中有一天應該是印象最深刻的 我在廣山收購的地下島 放了一個碗 然後鋪了一個紙箱 我就躺在那邊一整天 也是那一天才真正的感受到 原來街友他們平常要接受到 這麼多這麼多的歧視 這麼多這麼多的冷嘲熱諷 好多人會走經過我 告訴我 可能偷偷地說 好手好腳地不去工作 但我確實 因為我是在做一個體驗 可是 就我知道 其實七成的街友都是有工作的 他們只是沒辦法 他們的收入沒辦法讓他們租起房子 有一個地方可以住 其實好多的街友也都在為自己的生活努力 那他們可能睡在外面 他們也會去整理一個公園或廣場的政界 如果他們有在為自己的生活努力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可以用這種眼光去看他們 甚至有好多的學生 高中生、國中生會出手去打他們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 我每次都聽到 我都覺得非常灰心的一件事情 當然也有大家會覺得好吃懶做的街友 就是關於價值觀的事情 今天18分鐘我可能沒辦法分享這麼多 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沒有 我躺在那邊的一整天 讓我感受到最深的就是這句話 事實上沒有真的感同身受 我躺在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 我就在回想 為什麼他們會對 躺在路邊的人 有這麼多的自己的想法 然後有這麼多的偏見 有這麼多的誤解 所以我在影片裡面 其實我最想要做到的 並不是告訴大家說 遇到弱勢就必須要幫助他們 我最想要做到的是 透過影片去告訴大家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其實跟我們一樣 只是他們的生活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難 他們可能做生意失敗 所以他們暫時要流落街頭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它 找到最適合往向暗處的角度 我覺得大家對於社會的背光處 我們平常看不到的事情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應該用什麼角度去看它們 Red Bull Can You Make It 這個是我在大市的時候 去參加的一個活動 它這個活動是Red Bull辦的 然後它就是給我們24罐Red Bull 然後沒收我們的錢跟手機 把我們丟到國外的一個地方 然後看我們 跟其他國家比賽 誰可以在七天最快回到 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這個是這個比賽的規則 但是它要去參加這個規則 要去參加這個比賽 必須要先拍一支熱血的影片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叫你拍一支 屬於你的熱血影片你會怎麼拍 當時我們三個人 我就在想 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熱血 我自己後來的定義 不是我去過多少地方 或是我做過多少事 而是我有辦法 去踩踏我內心真正的黑暗 做一些我真的不敢做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常說的 跨出舒適圈 我那時候就在想 我國中高中 都是一個口袋要放一個梳子的小男孩 然後每天早上要去 早自習的時候 要到那個廁所裡面去梳自己的瀏海 我最害怕的事情應該就是頭髮吧 所以我不敢剃光頭 所以我就想說 我在這一支影片 一分鐘的影片最後 我就拿起剃刀 把我自己的全身 把我的頭全部剃光 我們三個都一起做這件事情 就是很瘋狂的一個 然後 啥子走路 我們最近完成的一個企劃 就是 我們在 我們的殺 我們的工作室在殺戮 我們那時候有三天的空檔 我們就決定 如果單憑我們的雙腳 每日每夜 我們也不要停 就是腳一直抬 一直抬一直抬 連吃飯啊 然後尿尿全部都 腳完全不能停的話 我們要多久 才能走上台灣公路的最高點 武嶺 就是我們當時想到這個白癡的企劃 然後我們就開始走 原本是回收 他一個人要去完成這一件事情 然後他走到中間的時候 他走到第二天早上的時候 他真的是受不了 然後就是他整個腳鐵腿 然後我就決定 飛騎登山包 然後去幫他接棒接下去 其實 這次殺戮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最興奮 也是我最喜歡的精神 就是 我不會在每一次出發的時候 就先想 這一趟 或是我做這件事情 會得到什麼意義 通常都是 我做完之後 才去回想 我會知道 就是這一趟裡面 我得到了什麼東西 像 這是最後我們的過程 回收走了48.7公里 我走了70.8公里 最後秉均街坊走 最後最陡的15.3公里 就是整個過程 我們三個人的腳 完全沒有停下來過 我們就接力 從殺戮 走到了武嶺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最後 只剩下15公里 我就可以登上武嶺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已經不行了 再走下去應該 真的會受傷 可是 當我看到目標在前面 可是我卻自己沒有辦法到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非常的不甘心 然後非常的崩潰 就是 你看得到自己的目標 可是你卻沒有辦法 去完成它的那種感覺 所以在影片裡面 是非常的 幹 我竟然沒有辦法去完成這件事情 可是 後來這支影片 讓我 我回來之後我回想 我覺得 原來放棄 需要這麼大的勇氣 原來 我平常在工作 我們在創業的過程 我是不是太常一個人 傻傻地往前衝 其實如果 我多相信我的夥伴 我多相信我的身邊的人 搞不好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很多人說 大家都聽過吧 一個人可以走得 欸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遠 就是 我後來就決定 我們三個人應該會有更大的力量 會 反映在我後面要做的事情 十萬瓶蓋牆 大家知道嗎 這個是我們做的 在大廳外面 人生好難 但很好玩瓶蓋牆 去年的時候我們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因為我們就傻傻的 我們想要講環保這個議題 可是我們不想要 把硬生生的環保觀念 強塞到這支影片裡面跟大家講 因為它可能沒辦法突破它的舒適圈 永遠是有在在意環保的人 會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想說就用它來玩一點東西 然後我們 在沒有收集 不花任何一塊錢的這個目標下面 我們跟全台灣的人收集瓶蓋 回收直接穿著一條泳褲 戴著泳帽 跳到那個垃圾場的垃圾海裡面去游泳 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一件事情 揭開序幕 然後我們就開始 展開我們收集瓶蓋之旅 然後回來之後 要把所有的瓶蓋 就是這支影片 它直接跳到瓶蓋的海裡面 然後也同時也告訴大家 我們每個社區 每一天會製造多少的垃圾 這是我們在環島的過程 跟每個我們的觀眾 來收集 他們幫我們收集的瓶蓋 我們也到很多公園跟廣場 用瓶蓋擺出一些大型的圖案 然後回來之後 才是真正突發煉鋼的地律 我們這麼多的瓶蓋 我們要洗 分顏色 比如說藍色 就分成13、14種色階 分得非常細 因為我們堅持 瓶蓋是不能染色的 就是要用它最原本的顏色 來做這一幅創作 對 然後最後就完成了 大家在大廷外面看到的那一幅 人生好難但很好玩 我們自己是覺得 這是一個里程碑 也代表我們大學畢業 給自己的一個禮物 關於環保的議題 我們最近要做了一個 剛結束的 就是因為我們 剛去淨灘結束 發現淨灘結束之後 才隔沒幾天 整個海灘又都是垃圾 所以我們這時候想到一個企劃 回收它就是到這個海灘 觀音海水浴場 它在那邊待了七天 我們整個系列的影片 沒有談任何的環保 沒有談任何的垃圾 它就是收集海灘上面的垃圾 去把它蓋成自己的家 最後它蓋成這樣 全部都是用海灘上面的垃圾去編織 然後找海灘上面的廢棄物去裝潢 我們希望 想要不要在影片裡面 給大家太多硬生生的東西 可以用我們熱血的行為 或是大家會覺得很酷的事情 讓大家去看 或是去反省我們的家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其實這個海灘就是我們的家 土法令那種熱血 這句話來自一個老闆 他之前就在嘲笑我們 他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 為了一支影片 就把自己的頭髮剃光 然後為了要拍街友的東西 就這樣子環島一圈 要每天把自己搞得這麼辛苦 然後為了要拍一支蘋蓋的 一支影片 也要做了四個月 去做這件事情 他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 他在嘲笑我們 不過就是土法令那種熱血 我那時候聽到就覺得 很酷 那這一句話 就是我們之後頻道的宗旨 大學生要怎麼玩 現在大部分都是大一的嗎 在場大部分應該都是大一的 我自己覺得我的大學生活 過得非常快樂 過得非常充實 過得非常精彩 並不是因為我過得多自由 而是我會想要在每一個階段 都去把自己的生活填滿 我們很常說的一句話 大學生最容易就是 最容易奉行那個原則 道不同不相為謀 因為我們生活裡面會有很多的人 那我 我對於我自己不喜歡的人 我很容易可以去避開他 我可以不要去接觸他 那我只要跟我自己喜歡的人 一起上課一起吃飯就好 但是我覺得在大學裡面 我學到最可貴的 是在每個社團每個戲會 或是戲來 或是在各種團體裡面 我會試著去跟我自己 不喜歡的人相處 我覺得這也是 給我現在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開始 就是我現在在面對很多 我不喜歡的廠商 我不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會知道 要怎麼樣去跟他們相處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不用害怕在生活裡面 跟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 我覺得那是一種進步 因為這個社會一定會不會 永遠只遇到你自己喜歡的人 大家知道炸涵蛋嗎 涵蛋 這是一部電影 然後我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太酷了吧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願意 你們可以想一下 你的生命裡面有沒有過 你知道你去做這件事情 你一定會受傷 你一定會 就是你的結果一定是不好的 可是你還是會義無反覆地去做 這是我覺得 當肉身涵蛋 就是他要全身脫光 上去那個轎子被鞭炮炸 我覺得是一個最特別的型態 當時我想要去拍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我坐火車到了台東 第一個晚上看了他們在炸涵蛋 我決定去問那個廟房說 我可不可以站上去被炸 然後他們聽到之後就有點傻眼 因為通常都是 就是廟裡面的人啊 機桶或是什麼 才會站上去炸 很少會有一般的人想要上去體驗這樣 他就一直問我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要做這件事情嗎 我內心當然是會害怕的 可是我決定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站上去 沒辦法真的體驗到 他們那種 寒單 肉身寒單 他們想要贖罪的那種心態 這一支影片叫做 所以我覺得我隔天就真的 穿了肉身寒單的衣服 站上去被鞭炮炸這樣 這一支影片叫做對不起 就是因為肉身他們其實站上去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為了要贖罪 他們可能過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他們想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贖罪 我站上去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滿腦子就想著 我過去有什麼對不起的人 我說過的話 我可能傷了愛我的人 然後在那個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的內心是被這樣子的心態 就一直瘋狂的打擊 瘋狂的打擊 然後就 我原本想說應該不會到非常非常痛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感覺嗎 就是你好像站上去 說全世界一百個人好了 拿著橡皮筋把它拉到最長 對著你的背同一個點 然後進行發射 就是打在你的背上面 然後就 第一打下去的時候 當然就是 腦子就是髒話 就是 真的是痛到一個不行 然後下來之後的每一天 其實有燒傷 就是好像每天都有人 拿著打火機在你背後 這樣燒你的那種感覺一樣 對 但是其實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我沒有特別明星的宗教 但是 我覺得這樣子的思考模式 這樣子的 當時的經歷對我來說非常特別 這是我最近這支影片要講的 我覺得灑鹿是一部熱血的漫畫 要怎麼樣看我們的連載 要怎麼樣看 我覺得我們的每個企劃 我們的每個冒險 就好像到一個未知的島嶼 帶大家跟我們一起冒險 也可以把我們的故事投射在自己身上 害怕嗎 很常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們中間當然會經歷很多壓力很大 很辛苦的時候 可是對我來說 反正我們本來說什麼都沒有 所以 就一股腦子往前衝吧 先做再說 可能很多人聽到現在 會不知道為什麼要來聽一個 尚未成功又沒有失敗經驗的人 來這邊分享他的故事 可是對我來說 先做再說 我們每一次出發前的這個心態 就造就了我們這一年 每天每天是在多豐富的一個狀態下面過的 我覺得我們不會在每次出發的時候去想意義 我覺得那些意義都是回到家 躺在床上之後的事 好 這是我們一年所有的經歷 對我來說非常的精彩 先做再說 我覺得大家 祝大家勇敢化出夢想會導引到你想要的地方 謝謝大家